接着下来第五场 三班千二短途赛又没什么特别 三只手指的马 五号的落仓未来 初次翟翼 先看翟风径草 我又觉得你说望我身上那样东西 他都没事的 不过我再一路看 他的马始终跑过的时候走过 他的步有点滚滚滚的 即使我说的葵冲精英那样 好了再看一下这一只时时满意 上次初出都接近的 跑了个第四 不过你说看这只马走过 真是可以再好很多 我想这只时时满意 好看牛黄头 上一次赛前的 我已经说过 你死逼他 他都不换脚的 其实他有已经 至少两下想他这样做 他不行 带着马很漂亮 上次跑 全程不换脚都接近了 是啊再看他 刚才3月5号那一货 就是上一次赛前的 大家留意 那这货3月19号 就是迷美的试跑 他已经换了 就是换脚的动作 他已经做了 换脚不是像火箭 那希望这马拿一些平衡好一些 那对于他发展会更加好 后面就有电源之区 我都一样的了 又伤患底 又重发 又缺过火 再来就落创未来 这一次就抛到潘顿去跑 他也都会超磅跑这些马 大家自己找回潘顿那些 超磅马的成绩 行不行 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他走过是比之前 是稍微流畅了一些的 喜欢的时候就说可以 不喜欢的时候就说不行 美丽攻略了 那外面 就顺着马走过 他是一个问题而已 现在说真的 谁敢说他不合适 那只马尿身 这只就多多配合 容天鹏的马 这些本身是重发兵来的 但近期就没得翻上去 时间又不是夹了很久 所以都是有待转变 这只电器骑士也是 落场跑他已经有东西看了 但是身体还未说收得够 他可以再收靚一点 这只马弱了 好了 这只大财也有个伤患的图案 就是因为他上次三月中 在集前就走掉了 结果退出了 就验到脚有点问题 所以没有跑 他应该不是那么短的马 跳都没跳的 起奥龙 就继续有小圈骑 那就足够了 这么弱组 他有潜质的 回到第五场 3T的次关 这一场三番千二 又是 就算你原先没有气拳马 那个出马都是少的了 就是这三班来到贵中 香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中上班的马就有些缺乏的 那选得上手的马 就是少之又少 说真的我想就算 譬如像我这样或者浩然 都觉得譬如五号 落创未来 甚至六号 美丽攻略 这些是否在我们心目中已经是好市井 就是我们说的好市井 就是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譬如配备较合 情绪很好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其他颗卡的问题 脚法那些不是说那些 就是不靓脚法那些马 但是它们不是哦 这两只都是有一些缺点 还可以值得改善的地方 但是是否不赢得呢 又不是哦 所以这些赛事又热了它们两只那里 就有点麻烦的 因为我很怕呢 那只落创未来呢 如果你有些挨挨碰碰 你撞得到它呢 它可能是拿平衡 会有点麻烦的马来的 所以希望班顿都搞得点了 其次是十啦 起奥隆啦 伤患过的马来的 曾经流过鼻血啊 不过上次都跑得挺好 就是其实这样我就觉得 它们每一只马 你要小挑的时候 都有它们不利的地方 事事满意 它可以的时候你就说 当然啦 初出这样不利放 扣半球马 这样都这么厉害哦 如果不行的 你就第二次出赛拼罚 只是那只马没了新鲜感 它就是这样的啦 但是那只马 的而且他比上次好 还是好力了 放松了一点 赢不赢就后话啦 留给其他专家去量度啦 至于落创未来呢 其实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只马是比较长腰的 那只马一长腰 一动作一动的时候呢 它会动作反映比较大一点 而且有某部分的马 经常有时竖下尾 有些越竖越厉害 当然我认不认同 见仁见智呢 我就不认同的 因为有时候有些马 可能这些腰呢 可能啊 未必全部是 可能不是那么漂亮啊 一动它就有这些反应了 它讲不到给你听的嘛 但是这种马 喜欢额高的头 其实可能加了马定基 可能更加成 美丽攻略 不喜欢被人运的 小只转回去西出去 起奥龙我喜欢的 那都有流鼻血的风险的啦 但是这马仰得很好啦 到时慢慢再量度一下啦 第五场赛事都研究过 休息一会